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眼镜妹也正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本以为经过一般波折 终于可以过上普通人的日子了 但事实上却是熊二想多了 因为这所学校连他在内 一共就六个学生 剩下五个全是胸大腿长的女孩子 再看这宿舍 这上百平米 这真皮沙发 这真的是普通学校吗 忽然一个穿着女仆装的女生出现 他是这里的班长 由于做的事情很多 总有人说他像女仆一样 后来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个设定 甚至入坑了女仆装 班长给熊二安排了住宿的房间 还说校长任命他为宿舍长 但是剩下的五个都是女生啊 这要如何查宿舍呢 难道这种操作 在后功班里是常规操作吗 晨练完吃完早餐之后 熊二出门就见到了两个女孩子 这画风是略微有点百合了 经过简单的交流 熊二得知长发女生叫天音 短发女生叫石菜 紧接着熊二开始往教室走 忽然听到一阵 你的声音 熊二走进教室一看 原来是个女生正在开嗓 女生叫满 热衷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傲娇的人 所以总是一个人偷偷的练习傲娇台词 就类似于霸道总裁语录一样 咱男主更是直接 啊我明白了 原来你是想勾引男人啊 所以才把自己装的这么傲娇 还有就是你为啥染头 既然你染头 那你抽烟喝酒吗 呃好像串台了 抽烟喝酒和染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不管怎样 反正总之熊二就是一个疑问 你为什么要染头 满解释说 是因为傲娇的人都是金色双马尾 说着说着 班长天音和石菜也走了进来 上课的时间到了 校长发现油美子又没来上课 这学校一共就六个人 还有一个人逃课了 你说这逃课的是不是没长心呢 太猖狂了 当上完课后 熊二再次路过教室的时候 发现了那个缺客的油美子 这厌世又冷淡的脸 是我喜欢的行 姐妹我可以 熊二上前打招呼 却迎来了一刀 没想到啊 这小姑娘还挺狠呢 到这里 熊二就已经和五个女生全都接触过了 熊二准备回到宿舍 在进去前 他琢磨也没留作业 这女孩子们都干嘛呢 难道是在自己偷偷的快活吗 哎不管用啥 我还是当做不知道吧 这才是绅士的行为 不是我说 就你刚刚那猜测 就已经极其不绅士了 熊二走到自己房间门口 却发现有人已经进去过了 他一把推开了门 里面竟然是正在换衣服的天音 天音说他的房间在二楼 所以就在这儿换了 天音走后 熊二开始认真起来 他是怎么进来的呢 看他的样子也不是会翘锁的呀 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谁都逃不过真相定律 回到房间后的天音 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铁丝 这画面一个个闪过 这些女生似乎都有着关于自己的秘密 熊二的手机忽然响了 看着这来电的人 怎么看都感觉有点不太正经 熊二接起电话是上面给他安排了什么任务 第二天 游美子见到熊二 依然是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刀 熊二并不打算跟他计较 天音坐在熊二对面跟他聊起了这件事 表面正经是正经 但桌子底下的脚可是不太安分呢 这勾引的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中午熊二正在长椅上看书 偶然看到了正在树下睡觉的食菜 看着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她不光什么都没做 甚至还摸了摸人家有没有脉搏 钢铁之男无疑了 过了一会儿食菜睡醒了 伸了一个十分色情的懒腰 在这个完美的午后时光 熊二和食菜的关系迅速升温 两个人还在一起钓了小龙虾 分别之前食菜还送了她一个苹果 在天台上看着二人的游美子 想到了熊二入学之前 她曾经去找过校长反映这件事情 因为这里是女校 怎么可以让男生来呢 那女孩子们岂不是很危险 但校长保证 这次来的男孩子肯定不是那样的人 游美子很是生气 回去想查查这个熊二的底细 但却收集不到确切的情报 想什么呢妹妹 这都是上面有人的人 你查不到还敢拿刀上 怕不是个憨憨 在之后的日子里 游美子依然是逮住机会 就向熊二挥刀 熊二很疑惑便去问校长 校长解释说 游美子可能是害怕熊二 侵入她的私人空间 因为游美子是这所学校 创建时就入学的学生 至今为止 这里都是她所能掌握的人 忽然来了个查不出底细的异性 游美子肯定是慌了 但具体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第二天 熊二和天一食菜一起去上课 忽然校门外 有一个大波浪在叫她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帮她伪造绅士的人 大波浪过来看看她的普通生活 过得怎么样了 顺便问问她 为什么要步行走过陷阱县 明明自己已经帮她买好车票了 乖乖坐电车 就不会被警察抓了 但是熊二可不是一般人 她不爱坐电车 不爱坐到要步行200公里走到这里的这种程度 女生问完具体的情况就离开了 而这个女人就是之前给男主打电话的JB 听起来就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啊 回去后天一问起来那个大波浪是谁 熊二解释说是她的监护人兼打工的上司 她是打扫垃圾的 要潜入各种地方做清扫活动 这应该是对于自己真正工作的比喻 在班级里熊二和几个女生都相处得很融洽 除了尤美子 回到宿舍之后 尤美子又在背后偷袭她 熊二告诉尤美子 她不会伤害她 也不是她的敌人 要是想送刀 还是等到证明她不是好人再说吧 经过这一番解释 尤美子的警惕心也放下了一点 要说尤美子其实一点也不冷漠 她会主动出去帮忙清扫街道 和剩下的女生也是相处很好的朋友 她只是比较担心她们的安全而已 那前两集的内容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订阅我哦 我会持续给大家更新好的作品的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阿淳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双击点赞加关注 比心呢